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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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放 他不就不来了吗 就这么简单了 好 感恩师傅 再一个呢 就是弟子呢 做梦 梦见我的儿媳妇呢 睡在床上 屋里呢 只有一张床 屋里很暗 什么也没有 地上呢 还有水 然后我把水擦完之后呢 画面就转到外面 儿子和我的孙子呢 再一个就是像舞台上 还有人唱歌 然后我看着我儿子的摩托尺 那上面钥匙没有拔下来 我就把钥匙给他拔下来了 然后有一个男人跟我要这个钥匙 我就不给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帮你儿子备业了 这还不懂啊 帮我儿子备业了 摩托车往前走的 摩托车停在那里 就说明有业障 摩托车钥匙没拿走 说明他有业障 你帮他拔了 你不就是有业障 你不是帮了这辆摩托车就不是 当时你钥匙拿了不就归你了吗 你儿子的业障不就是你背 你背了吗 你给他念小房子呀 喂 师父 好了 帮他念小房子 师父 喂 听得见不 她这个电话信 那我应该怎么办 帮他念小房子 多少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好吗 那我孙子我师父也得念啊 都 都得念 好好念 好吗 好吗 好 好了 再一个师父 麻烦你 我那个睡觉之前 我说总是眼睛不太好呢 我睡觉之前我就是心里情分 我也没说就是特意的问 我就说关心图吧 我这个眼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不是我的沙液太重啊 总是要红啊 总是滑 好了 然后就是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让我念八百三十张小房子 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定要念 还要什么意思啊 都跟你讲清楚了 还要问什么意思啊 那我就跟菩萨去愿了 对啊 你就是说你这点 你这点验障至少要三百八 八百三十张小房子啊 嗯 明白吗 好 好 师父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通修 我给同学问一个 有个同学就是说做梦啊 看见另一个同学呢 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而且唱得也很好 跳得也很好 当这个事情都跳完唱完之后呢 就是往下要落幕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一朵很大的莲花 哦 这个同学讲都不要讲 这个同学修得非常好 嗯 哦 啊 修得非常好 嗯 讲都不要讲了 嗯 好吧 而且他会有喜事的 他会家里会有喜事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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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嗯 嗯 师父 那个我想再有问题 就是那个我做梦啊 说我和我丈夫俩 睡在就是房子外边的屋檐底 睡在屋里边 嗯 而现在我爱人总是这个朝着墙 天不是那么太近 那么太太太亮 我呢就是坐在那个他边上 好像要起身穿裤子穿衣服那个意思 嗯 而且在这个同一时间梦动了两次这个梦境 啊 这个你要当心了 你跟你先生两个人因为 因为因为有些感情问题啊 已经开始见外了 到外面去就叫见外了 听得懂吗 已经他不会把你当自己很贴心的人了 嗯 这个全部都是御事梦 所以学佛有这点好 他可以提早告诉你很多问题啊 明白了吗 嗯 嗯 好了 师父 再一个我那个就是说 14年的7月15号的时候吧 就是那个我孙子就是好像是 就是我领的上极乐四去吧 然后就是说 我就说那个念经的事 完了 然后他我孙子的眼前呢 就好像师父被打出了一笔字幕 师父告诉他 每天的功课呢 就是说心经是齐变 大悲咒那个那个准提神咒是二十一变 然后呢就是那个 大悲咒是一变 礼佛呢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念一遍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不念 嗯 然后每天每周一张小房子 嗯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 师父给我心中的开始 对啊 很好啊 嗯 是啊 他是这就是看出来的字幕 嗯 很好 这个就是给你功课 啊 现在 那我就是现在还能这个给他做做这个功课 可以吗 继续做 嗯 继续做 嗯 再一个师父 生命不虚念经不止 听得懂吗 嗯 嗯 嗯 师父我现在已经得到你的加持了 我昏心真的狠啊 你知道就好了 呵呵 我被你在这么叫下去 魂都被你叫掉了 师父师父师父不停地叫魂了 哎呦 哎呦 以后你再不说可以打电话打不过去 呵呵呵 我只有自己有些防水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 都是 我告诉你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没有爹妈的孩子 我告诉你 在社会上吃了这么多苦头 奔炸了这么多年了 自己在活着干什么都不知道 自己好自为自了 一定要珍惜啊 听得懂了吗 嗯 真的是这样是我 啊 真的 谁管你们啊 你告诉我谁管你们啊 你爸妈都不能管你啊 对啊 对啊 能够找到 还有多少人还没找到呢 明白吗 一定要好好地努力啊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 这个真的 没人教的孩子像个草啊 有人教的孩子像个宝啊 明白吗 是的 谁没有关心 没有人关心的孩子像个草啊 有人关心啊 天天讲你啊 不就是个宝贝吗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没人管啊 我本身上的生意 真的很开心 啊 因为以前是 我用意念跟我交谈 我心 我现在听听打电话 我也说 我皮的感觉打吧 我也 别太强求 我就是 有的人可能 比我的问题还要 还要做 可是我一打了 电话心就乱了 都到死了 好好地做人啊 要不要 要感动 要化为行动 想想看 有多少人在社会上 还在吃苦啊 对不对啊 你看师父为什么 马不停蹄 又去救人啊 不是单单 你们这些啊 全世界有多少人要救啊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我就是 带你那个 说那个 要多吃海带 带你说的 一天是前两天晚上 我做梦 虽然 带到你 但是呢 吹过了一盘 菜就是海带 然后呢 你用手点了一遍 告诉我 这海带 我就知道 我自己确实有 这方面的毛病 然后结果第二天 是第三天 就有事情 就问了 然后你就说 要多吃海带 我真的很感动 我能够 缺点啊 海带缺点 手会发抖 缺点的人 手会发抖 甲状腺会肿大 会损坏免疫系统 所以海带不能停的 有时候 自己去买一点海带泡泡 对不对啊 自己拌拌糖啊 拌拌醋啊 拌点酱油啊 就这么泡泡吃吃 也挺好吃的 明白吗 是 嗯 忙我们师兄 都买海带了 一人买两宵 一人买两宵 啊 所以 师父讲什么菜好 什么地方就 上次我说 小青菜好 小青菜都卖完了 哈哈哈哈 是吧 是吧 弟子真的很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你妈妈 好了 乖一点了 师父 嗯 师父能不能帮我 对我孙子选个名字 我孙子一个是叫李建成 嗯 建呢是金子庞加个建设的建 成呢是没有早日那个 没有日的那个星辰的成 然后再一个是李田林 就是田地的田 树林的林 然后你帮选一下 当然第二个了 成是成是五位 就是讲个十层的成 十层的成就是时间短 啊 明白了吗 那 一个十层一个十层过 一个十层两小时 一个人两小时 两小时过很快就命就没了 所以你看过去叫什么成 叫什么成 它就不行啊 啊 那师父 弟子麻烦你 那个啥 多加持加持那个我的儿子和儿媳妇 让他俩同意给孩子改名了 他俩现在不同意 这名字现在 你不同意就让他去嘛好了 你就让他去吧 等到他以后生病了 孩子整天生病了 对不对啊 那他就相信了 所以人有的时候吃了苦才会改的 不吃苦不会改的 没用的 劝也劝不行 明白了吗 师父 哎呦我现在这两个胳膊也麻烦 身都很热得很 嗯 好了 加持这么多了 停停停下来了 给人家加持加持了 好吧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多多保重身体 嗯 血脉合了 现在刚你 刚刚跟你讲话吗 就加持了 你相信了 对我知道 我知道 我感恩师父 好了好了 师父 一定多多保重身体 嗯 好了 师父再见 保重 姐 你好 哈啰 哈啰 教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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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教採 整小房子的缝布吗 可以 不能去做其他的用 不能做其他用 只能做包小房子啊 包过佛的像的布 只能继续包小房子 你懂吗 只能包小房子 不能拿来顶 放那个顶小房子都不能啊 可以的 都没问题 也是可以 就是用在佛的方面 好吧 哦 佛的方面啊 明白 这个油灯 我们整理这个油灯 油灯那个灯区 一天要忘记事呢 还是可以用了再用呢 油灯的灯芯又不要换的了 就是说到没有了 再拉出来拔出来一点啊 灯芯拔出来一点 哦 不 不需要一时放一时 用一时放一时 用一时就放了 无用啊 哎呦 明白了 哦 你经常换的 太当 梦到神上有文神是实实的不如你 不如法人还是什么 文神就是 你如果梦见文神的话 说明你已经在地府犯戒了呀 在地府做坏事 就像古时候人做错事情 啊 要给你脸上打个烙印 犯人罪犯 啊 啊 就是这样的 在地府就是这样的 所以文神的话 这种事就不好了 那当然了 你在下面肯定犯罪了 嗯 哦 或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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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个罪呢 哈哈 你问你自己啊 你最近脑子里有没有出轨 有没有 有没有想到这种 邪淫 或者想去 想去占有人家 什么东西 啊 或者有贪心 啊 这些东西都犯 犯罪 或者看见人家 一个老人家 你心里在骂人 嗯 哦 这些是犯罪了 那当然了 意念犯罪啊 你你路过一个银行 你脑子里想 我走进去 把他抢他一把 我算不算不算犯罪啊 哦 你看见人家个女孩子 在马路上走 你说我过去 抱住他怎么样怎么样 你是不是脑子犯罪了 哦 对 对 对 像你这种人们 一年经常要犯罪的人 所以给你打上一个 一个烙印还少呢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人 全身把你打满呢 哈哈 哈哈 你跟人家说 撒两天跟发运 一个 一个小杀 一个烙印 一个 生产打一个烙印 那你就是变成 人体绘画了 哈哈 哈哈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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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才讲如果 我对于多电梯 好 如果才是 跑下面的 我看到他下去 好像下去有 尘尘 我不要进去 我再出来了 的话另外一讲 我没有别看 他能这个电梯 可以上到 左高 他讲 可以上到 可以上到 宇宙那边 我进去 他上去 看到一个 好像输这么高 就醒起来了 这个是讲 经济不高吗 你进 你进了电梯之后 这电梯一直 望上升了 望上升了 只升到一个 树这么高 升到 升到多高了 升到多高了 一棵树 一棵树这么高 说明你的境界很低啊 你的境界 不过就 只要望上升 都是好事情 你这个太低了 你这个 你这个 你升升两米 也叫升 你这个开玩笑 电梯可以升到 宇宙这么高 你只升到一棵树 树这么高 说明你的境界 差得远了 听得懂了吧 所以身上 要给你弄两下了 哈哈哈哈 没办了 没办了 哈哈哈哈 太太 帮我 妈下 他笑一顶一顶一顶 笑一顶一顶一顶 我太多了 手感 你的页太多了 他要叫台长帮你笑点页 教你个方法 每天回去 回去抽自己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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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东西问聊 没有东西问聊 好 明天再见 哈哈 哈哈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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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 你好 喂 喂 哎 师傅你好 你好 请问师傅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师傅 现在有很多夫妻共修的家庭 虽然大家都在学佛 可是由于冤结的影响 还是会因为家庭所势啊 红靶的投入程度不同 而发生一些矛盾 时间长了 双方都会有心结产生 请师傅开示 呃 这类同修该如何正确的处理 博化家庭的矛盾 从而更好的全家共修呢 我问你一句话 一辆火车在开 对不对 你要想跳上这辆火车 你首先要跟上它的速度 那么这辆火车 对 如果再往后退 开得很慢 比方说 先生跟不上 那么太太应该怎么样呢 就应该放低脚步 放慢脚步 跟她一起 先能够进入她的境界 然后再把她的境界带上去 这还听不懂啊 一辆火车在开 要把后面的火车带 你必须要慢下来 慢下来之后挂上钩 然后再把她带走 你不能说 我念得这么好 我怎么样整天讲数落她 你修的不好 那院界越来 境界越来越远 院界越来越深啊 听不懂啊 但是你往后退 你又不能退步 只能往前 明白了吧 就是这样了 嗯明白 现在就是有的同修 他就是跟师父一样 就特别心 就是心很急 就是看到众生受苦 他非常的着急嘛 想跟着师父的脚步 一块就是尽可能的多去 就多那些 可能就是活不到明天的那些同修 所以他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这方面了 家里就可能没有平衡好 那家里的人就 就一直数落他 然后 然后这会挑战很多矛盾 所以这就是 这本身就是没有条件的呀 没有条件 你要创造条件呀 所以师父说了 有条件的 可以好好努力 没有条件 自己创造好条件 再努力呀 你现在这个主意 家里没有这个条件呀 那你有条件吗 你有条件 你就出家呀 你叫他出家好了 行不了 出家就到处可以去度人了 没有 想救谁就救谁了 没有家庭的牵挂了 他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你去做他干嘛了 做不到去做 让人家造口验 你就是自己 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 就叫没境界 听不懂啊 嗯 嗯 好了 听得懂 啊 嗯 嗯 因为这个同修 他也做了很多功德嘛 他就 他为了让自己家里的人 因为都是 家里人都是同修 为了让他们能够 坚定的相信菩萨 他用自己的一部分功德 去跟菩萨求 让家里人能够 比如说人间 就是人间的一些事情 能够顺利 然后让他们能够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是希望他们能够 做不到 信定心心的好好说服 做不到 每个人境界都不一样 今生大家能够在一起 都是上辈子的缘分 因为上辈子的都是恶缘 善缘都有的 所以你不可能的 你很难的 你很难用自己的功德 完全把人家救活的 你看看就是 地上王菩萨 这么大的法力了 地狱里边空了不拉 那些恶鬼 多得不得了的 听不懂啊 经自己的心 好好地救了 只能这样了 就是他 他得调整自己 自己的心态 对 你不能说 我是劳动模范 你们这些烂人 怎么这么功能 怎么这么懒惰 不能这样的 要带着人家 劳动模范要多做 然后带着人家 让他学习 学他的榜样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师傅 开始 再请问师傅 一个问题 就是一位同修 他许愿 要一事修成 然后呢 他后来发现 只要发了这个愿之后 自己稍微多休息一会儿 就会有梦境提醒他 不仅仅要出事了 他小房子再怎么念 渡人 怎么渡 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 发这个仪式修成 这个愿的同修 就没有这种现象 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还要讲啊 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 每个人的时程不一样 在人家活的寿命 都不一样的 那有些人 必须要抓紧时间 现在老年纪的人 必须抓紧时间 年纪轻的人嘛 还有一点时间 这又什么了 这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的了 对不对啊 哦 他的业障生 他已经到了报应的时候了 他一停下来 报应就来了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明白 明白了 好 谢谢师傅 开始 再请问师傅 就是有一位同修 前两天 他梦到一个很亮的环境 他对着观世音菩萨像拼命的看 看着看着 发现观世音菩萨眼睛变成红色的 并掉了两滴眼泪 然后同修就大声喊 观世音菩萨哭了 观世音菩萨哭了 他的意念中是某个地区不稳定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因为供业太深造成了 他就惊醒了 请师傅开示 因为他每天都 就是最近每天在祈求世界和平 请师傅开示 他这种祈求有什么要注意的 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能量和功德来求呢 那他这个求的太大了 他做不到 他拼命的求的话 他当然要把人家背的 比方说 你这个人 你说你就这么一点钱 你说我还捐给红十字会 开玩笑 你不就 对不对啊 你自己 你自己都活不了 这饭都吃不饱 你还去 还去捐给红十字会 那这个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的 你叫他像师傅一样去救人呀 你叫他试试看呀 有多少人想跟师傅一样救人 你有一千万人救不了 就这么简单了 要做自己有力所能及的事情 什么叫力所能及呀 我能做到的 我把它做得好一点 他天天求世界和平 就他求了就能和平了 这个世界我告诉你 还是要靠很多很多的 大家的善业 和善的共业 听得懂吗 嗯 才能把这个世界弄到和平呢 为什么师傅跑到其他国家去 跟他们呢 其他的宗教都在 搞那些和谐呀 对话 和平对话 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 大家相互尊敬 各种各种宗教能够团结 来出动这世界的和平 就这个道理呀 他现在连人都不认识 他怎么祈求世界和平啊 听得懂了吗 哦 明白明白 就是求的东西不能光是愿望 必须要去落实的 当然了 这个 这个要看行动的呀 嘴巴里讲的再好 我要怎么样 我多了 台长见的人多呢 很多人跟我是 所发誓又发誓的 人都不见不到的 那这种人有什么用了 嗯 嗯 明白吧 要要要要发愿的 要要发出愿力出来的 好的 谢谢师傅开始 嗯 再再请问师傅 那个就是 有个同修 他在网上群里面 读白话博法 之后呢 就他是读给其他同修听的 之后他就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一个药精者 因为他读的有功德 笑着看着他 就是梦里他知道 这个是来药精的 第二个梦是 有个药精者敲他的门 跟他说他读的很好 感谢他 后来第二天 他就继续在另外一个群中 读了白话博法 但就觉得浑身无力 发困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很简单 读的很好 这是真的是灵界感恩他 因为他有能量的 嗯 第二个 为什么读的发困 很简单 听个人身上气场不好 你就累 哦 他也怀疑是 对啊 师父给人家讲课的时候 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跟弟子开始啊 你正规的法会 师父都一场下来都累的不得了 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的 他来听的 你看我跟弟子开始 全部都是相信的 气场都好 都念经的 所以我越讲越开心 现在明白了不了 你跟一个 理解你的人 跟他讲话越讲越开心 你跟一个不理解的人 叫 这个这个就是 人家说就是那个 话不投机 半句多了 明白了吗 就是这样 是的 明白明白 嗯 他 我在弘扬佛法 请光金菩萨 这个保佑我 保佑我们菩萨 马上就派金刚菩萨来保佑了呀 不懂啊 你们这些都不懂的 要弘法之前 都要念大悲咒的 这个求光金菩萨保佑的 你还怕天上天冰天降少啊 天冰天降不得了的 傻子呢 嗯 师父每一次开法会都求的 否则的话 下面有多少各种各样气场的人呢 躺着的 歪着的 头的 这个脑子没有的 毁魂多少啊 不要被人家吃掉的 没脑子的 你们这些孩子 嗯 谢谢师父 师父真不容易 开法会真的是 我们都觉得这气场很大 几万人啊 里边你看看有多少灵性啊 师父怎么对付他 开玩笑了 嗯 嗯 谢谢师父 嗯 嗯 师父那他那个梦中 谢谢他的那个药金哲 是他自己的还是 他要不要念小房子啊 要 谢谢他 肯定是他自己的 很多灵界的人 灵界的灵性 他们听了那个百花佛法 他们也是法喜崇满 听得懂了吗 嗯 这还不懂啊 你看过佛经 对不对啊 各位 各位什么什么 善男性女 啊 法喜 坐立而去 就是这样了 这还不懂啊 嗯 全部开心的 嗯 嗯 嗯 师父那他要念多少张啊 一般的这种 七张就可以了 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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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 嗯 再请问师父 就是有 有个 有个近期 肾癌症的患者 刚刚过世 嗯 剩下了不少的药 那请问 就是跟他一样病的人 能不能用他剩下的这个药 有没有什么说法 死掉了 吃药的人 对的 死掉了 死掉是吃药没关系的 嗯 哦 没关系啊 只要脑子里不要想到是他的就可以 如果你脑子想到就是他的 你就扔掉 哦 因为你的脑子里产生的意念 都会对药物产生影响 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吧 心理学上称为这个叫什么 这叫失效反应 失效反应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我告诉你这个药的效果 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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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下去 有30% 就是因为你听了这个药 药的疗效之后会增加你的效果的 哦 哦 如果今天我心理作用啊 所以很多人在推销产品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东西吃了怎么好 怎么好 讲了人家吃下去 好吧 好吧好吧 背上问他 嗯 是不一样吗 现在明白了吧 是的 失效 谢谢师傅开始 你根据时间的 药物也有过期的 那人已经把它吃死了 这个药 你最好就当然不要吃了 你如果有能买新药 最好 如果你还没动过的 你觉得不是给他吃的 你当然可以吃 有什么不可以吃的 好的 最主要不能去想呀 一想就想到 想出来事情出来 对不对 一心啊 对对 这个东西吃的会好吗 一一心 鬼就出来 所以一心生暗鬼嘛 哦 哦哦哦 嗯 明白了 哦 谢谢师傅 开始了 嗯 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 一位同修 他的大儿子 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然后呢 他怀孕二胎 五个月的时候 就梦到弥勒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 给他送了一个孩子 之后 他就去医院检查出来 这个二胎的孩子 也有一样的问题 同修就接着 就梦见一个鬼 变成蛇 对他说 即使你让他生出来 我也要找他麻烦 这个时候 第三王菩萨来了 跟同修说 没事的 会帮助他 因为他当时 还没有修我们心灵法门嘛 他就听了医生的建议 把孩子打掉了 嗯 他现在想请问师傅 为什么梦到弥勒佛 和观世音菩萨送用子 但是还是才会 查出这个问题 是什么因缘导致的 这样还不懂啊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现在 求观世音菩萨 你还会有灾难了 你自己上辈子 做的事情 听不懂啊 你以为啊 你以为你今天开始修心了 你就 你就马上就会得到果报了 你今天刚刚把种子种下去 明天就西瓜长出来了 有个过程的 听不懂啊 为什么 他唱歌啊 为什么唱歌呀 我知道了 师傅 那是不是因为他家族曾经签过坟 然后家里很多长辈有毒癌症呢 就跟这个签坟是不是有关系啊 肯定的 一栋土 一千坟 家里连续生癌症 因为你一栋土的话 你碰到其他的鬼魂了 人家隔壁邻居啊 什么你动了他了 他就跑过来找你麻烦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师傅 听得懂 听得懂 师傅 他那个梦中不是有 有条蛇变成 一个鬼变成蛇吗 那他这个要多少小房子啊 像这种吧 就是典型的灵性呢 要在啊 麻烦了 真的 这个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很难讲的 我告诉你呢 就是菩萨送子的话 你把他养下来 医生当然他是保守了 养下来你以后去找他麻烦怎么办了 啊 你医生说的要生下来呢 生下来现在这个样了呢 那医生他当然不负责任啊 现在很多医生啊 为什么叫你 做再小的手术 叫你切个死亡证明啊 万一死掉了 跟我们没关系啊 都是这样的 对 开玩笑了 医生他管你的 而且很可惜 他当时还没有修我们法嘛 后来才修的 所以这个缘分呢 他就没办法化解了 说明缘分不到呀 听不懂啊 嗯 明白 谢谢师傅 嗯 再再请问师傅个问题啊 就是 是那个一个同修 他睡觉前看了一篇白话佛法 然后呢 又开着师傅的那个录音 就睡着了 梦到师傅给大家开示 然后师傅就说 家里一个人生重病 全家都会倒霉 然后师傅就走到他的面前 对他说 特别是你 说还说什么 因为他在十几世纪 什么因果 什么问题 但他不记得了 就醒了 请问师傅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 他很快要生病了 家里都会受牵连的 是他自己生病啊 哦 哦 他平时很多梦是不太好的 对啊 而且十几世纪的事情 他到现在都到底 还会再会重新反过来的 明白吗 我明白了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师傅还在救我们 那个秘书处一个男孩子 看见他在逃啊逃啊逃啊 师傅跑着去帮助他 一起逃走 把他带到一个门上 哎呀 他这个地方真的烂的 连个破门啊 人家马上要来抓他了 师傅先把他带在上面 还叫他趴下来 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平台楼阁 连地板都没有的 就是一根根木头 啊 你看看看 一个人坐着念 坐着事情 不是说这两 很快就能消掉的 你明白了吗 我问你 你讲过一句话 你能马上消掉不了 你骂了一下人 人家记你好几天呢 有的人记你一辈子呢 你吃个饭 马上就消掉了 至少还有五六个小时 可以撑吧 你做一个念 这么快就没了 可能了 你脸上长一个痘痘的话 你还要一两个礼拜 才能消掉呢 对的 嗯 对的 嗯 师傅秘书处 秘书处师兄们 他们平时一直在做工作 工作这么大 但是也逃不了这种因果 逃得了 连菩萨 连菩萨都逃不了因果 何况秘书处呢 秘书处算什么 你看到吗 连菩萨说狗还叫呢 哦 对不起师傅 你这样还养狗啊 枪毙 是 嗯 这个 这个也好肯定不会再养了 这个 这个养完 对不对 这次地狱下完 你回去不下了 先好好养吧 这是自己跑来的流浪狗 然后送不掉 师傅 是吧 嗯 良心倒蛮好的 还有呢 还有什么问题啊 哦 嗯 再再请问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一个同修就梦见 师傅变成了高僧的模样 然后就很高大 您的面相就像香港法会 有同修拍到 就是师傅显化成高僧的那个形象一样的 脖子上带了一串好长的佛珠 您一边开始一边拨动佛珠 然后同修坐在师傅身边 心里想 师傅说念经的时候 拨动佛珠是为了让心定下来 他就拿出一串佛珠也来拨动 但是发现上面的佛珠不多 只有几颗 请师傅开始 是否您去提醒他要心定 为什么他的佛珠只有几颗呢 那很简单 功德呀 佛珠们也叫功德呀 为什么 为什么十年以上的 修行十年以上在庙里的 法师他才能带这种长的一串的 否则不能带的 你们都不懂得这些法规的 是带的送钱一大串的 你必须是十年修行以上的才能带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师傅不知道做了多少事的和尚了 大法师 你以为我就经事啊 就开玩笑了 这个造楼是一天两天造好的 我这辈子这么短的时间 我能造这么高楼大厦 你想想看呢 有多少人呢 修了多少时间呢 从小做和尚的 做尼姑的 为什么师傅这么短的时间啊 他是根据他前世的 再前世的 根据他天上的果位 这么来的 不是开玩笑的 就像现在很多小神童 人家为什么一下子能够进复旦大学了 对不对了 人家前世不知道 是个大数学家了 你都不知道了 好了 谢谢师傅 那他的这个佛珠少 就说明他功德不够是吧 对了 念都念不出来啊 哪有功德啊 佛珠少怎么念啊 对对对 好好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开设 然后再请问师傅 就前两天图腾节目 您看到有人被打入天牢了 请问师傅 这天牢跟地牢有什么区别 什么样的人会进天牢啊 进天牢在天上犯错呀 犯错呀 在天上犯错 他本身是天上下来的是吧 不是啊 他在天上犯错 这还不知道啊 在天上犯错 天上也有 因为在御界天里边 还有很多事情啊 御界天里边 你这个眼睛看看 美女啊 看看天女啊 天仙啊 那你就犯罪了 一样道理啊 哦 还有偷东西啊 但是这种偷东西的话 它不是属于一种 好像要需要的东西 就是它 它比较贪 就是残 嘴巴残了 它就 它就会 打入天牢了 或者 你身上也会偷东西啊 哦 比方说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看见 皇宫里边 一样东西 漂亮的 不得了 你很喜欢 他就把它拿了 哦 好了 那就犯戒了呀 这种 听不懂啊 这种 听懂啊 听懂啊 有些事情 你们故事里 都看见过的 看了某某美女一眼 结果就被打下天界了 哦 对的 哎 好了 不能讲了 因为人家现在都是 大的 大的菩萨了 所以就不能再讲 人家过去了 听不懂啊 哦 人家不是天上下来的 要看什么天的 你到底 你说的天 那是繁殖的 说 说六道里边 那个天的 当然里边有 各种各样的罪业了 你要是能够到了 比方说 有些人为了 在天上 为了救自己人间的人 偷偷摸摸 偷天上的 一个乾坤圈 扔下来 帮他战胜了 对方了 好了 被发现了 那么就打入人间了 或者打入天牢啊 这都不懂啊 很多爸爸妈妈 在到了 秀到天上去之后 家里孩子在人间受苦了 拼命的叫啊叫啊 烧纸啊 弄啊 妈妈知道了 妈妈会知道的呀 你知道之后 他的繁星大动 繁星一动嘛 好了 他使用身上的神通 来救你们人间的孩子了 上辈子的孩子了 一动嘛 好了 被天上知道了 好了 打入人间 或者打入天牢呀 这还不懂啊 所以叫你们要放下呀 他这 师傅他这个算不算 人间的以权谋私 这种概念啊 差不多了 不应该做的 他在天上 做个天人 他没有这个职位 他去乱做 那就麻烦了 你看看 因为你觉得人间 觉得有这么 你比方说 你像人间一样 你觉得 你觉得 哎呀 天上什么都能做 是啊 我们在人间 我们什么都能做 我们有些事情不能做 听得懂了 是是是 好了 你要是动物的话 看人多有能力呀 哎呀 求求人吧 人能够帮助我们的 都是好人的 人每个人都能帮助的 你就求到一个农村的一个某某某某家乡什么什么 搞也搞不清楚的人 你他能帮你什么了 但是他拼命的去帮 是的 他做错事情了 好了 抓起来了呀 在人间不就抓起来 道理一样听不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 真的是跟人间很像 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哎呀 好了 谢谢师傅开始 再请问师傅 一位同修母亲梦到他 梦到这位同修七八岁的样子 就是有一艘船正好离岸 同修跳到船上 但是这过程中他掉入了水里 被人拖了一把 他自己又跳回了岸上 继续走 在一条很窄的路上 他母亲就提醒他 你小心点 别再掉下去 可他又掉下去了 他又自己抱住了一棵树 又跳回了陆地 这有什么含义吗 不稳定啊 修行不稳定 运程不稳定 他妈妈一定帮他念经了 对对对 他妈妈也是同修 他妈妈在救他 他妈妈在救他 哦 好 好了 谢谢师傅 好谢谢师傅开始 最后一个梦请您开始 就是一位同修 梦见跟师傅在法会上度人 然后很多人排队要看图腾 师傅就从会场走到了后台 还对他说到 即将要来东方台的某某某 就您就说了一句这个话 然后同修就问师傅 我真的可以来东方台吗 师傅说的原话 同修忘了 然后同修就在梦里反省 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所以师傅开始 两种 一个想到师傅这里来弘扬佛法 帮助就要放下很多 明白吗 第二就是要自己要好好的提高境界 就是这样 师傅是不要命的在救人 我要命 我不会这么累 我不会弄到现在 是的 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傅开始 没有其他问题了 师傅您保重身体 祝您马来西亚法会圆满成功 好再见 再见 好师傅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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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好 师傅辛苦 师傅辛苦 师傅问个梦境吧 就是我在两年 两年大概三年吧 反正就是那时候 我刚刚修行李反省 那时候我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呢 就是我梦中梦到了一条大猫蛇 然后呢 我女儿跟我妈妈的躺着睡觉呢 猫蛇就从他们身上里过去了 然后呢 我一着急 我就把那个大猫蛇的头一开下来了 然后那个猫蛇就跟我说 他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然后我醒了以后呢 我就特害怕 当时我念的是消灾 这个老生主 好像李佛我当下不太懂 我没有念 那这个梦是什么梦呢 梦不好啊 你已经得罪一个人了 你已经得罪了一个灵性了 这灵性一定会来找你麻烦了 然后然后我就是 我大概在几个月前呢 我有两个月前吧 大概我又做了一个梦 然后那个梦呢 这是这是我修了 我从一二年开始修嘛 然后我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中就是说 在我家里呢 就是说一个东西的下面 加了一个乌龟 好像是个模型 说不是个模型 还是个真的 当时呢 我跟我先生说 把它放生了吧 然后就把上面东西拿掉了 这个乌龟呢 然后刷就变成一条大猫蛇了 哎呦 看见了吧 然后这个蛇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见了吧 你你过去有没有杀过乌龟啊 杀过甲鱼啊 我有的 好了 有的 好了 已经变大马蛇了 哦 这又是不好的梦是吧 绝对是都是不好的 来找你麻烦了 哦 是我当时不懂的 是我其实 其实我妈妈一生都是吃素的 我那天打通电话了 你给我妈妈看 看图层的时候 你说他 嗯 创生不方的都可以 他天生下就是吃素的 我小时候也是吃素的 其实我也是个素宝宝 但是我结婚以后呢 我就是生了孩子 我才是学着这个吃婚的 他杀生了 看见了吧 真的好后悔呢 看见了吧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报应很大的 你活不长的 一般的如果素宝宝的话 再吃回去的话 他的寿命会掐掉 至少十岁左右 哦 是我不懂 我结了婚以后 不懂 你去问问看 他进监狱的都说不同法律的 明白了吗 嗯 天生留着好友 我遇到师父了 我能 你赶快要放生了 你再不放生的话 你这些瘦都没了 哦 我放生 我一直堅持放 跟他这种老公 跟你说的 老公就是这样的 这种你碰到个好老公 跟他修行 碰到个坏老公 好了 倒霉呀 跟着他 又吃婚 又杀生 还要做这种 对的 整天做这种男女 肮脏之事 好了完了 对的 是的 师父 好了 像个畜生一样活着 根本不像人呢 对的 师父 哪像菩萨 你告诉我 你看看原始人 对的师父 原始人整天吃活的东西 把一个抓到 抓到一个鸟 把毛拔掉 还在冻呢 三丝两丝活烤烤 就自己吃下去了 这不是跟原始人一样 对的老弟 肮脏啊 不穿衣服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不是像动物一样啊 你说哪个动物穿衣服的 你告诉我呀 怎么换一个人了 眼睛一眨老母鸡 变成压了 喂 断掉了 喂 我在听啊 哦哦 师父 还是你啊 哦 师父 就是 就是 师父那天 你跟我开始 就是说 因为这个 我后来就想 因为我女儿小时候 也吃了好多婚嘛 我也不懂 大家后都是说 我要吃鱼啊 吃虾啊 什么 什么 到现在她已经开始吃素了 就是当时你跟她看 她要放生 我妈妈不用放生 就是这跟 跟大生吃素是有关系的 是吧 那当然有关系了 嗯 我妈妈一生都是吃素 现在七十多岁的 她还在吃素 她一点婚都不吃 那你妈妈多好啊 啊 对啊 我们家里孩子们也都是吃素的 我就是以后都是结了婚以后 再学着跟人家吃婚的 啊 你就是因为嫁了这个男人呀 所以我跟你说了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人家不要一结婚了 为什么很多尼姑要出家了 境界高呀 不要去被人家糟蹋呀 这还不懂啊 这也是自己的业障 对啊 那当然也让了 你自己 你自己有自己的命的呀 你也不能说我宿命论的 你要靠自己去努力的呀 你靠菩萨的力量 你就能改变自己呀 对不对了 嗯 师父我今天早上又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没回孕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回孕了 你回孕了 你反正继续做你的人吧 好吧 下辈子就 好的 好好休门 下辈子投个好一点的人家 有什么办法了 啊 啊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上不去的呀 肯定的 像你这样又吃婚 又又又做这种乱世 你哪辈子能上去啊 我讲话很清楚 现在已经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过去 还有 好好念 好好念礼佛 哦 听不懂啊 好的 好的 好好的 真的没有知会 你知道人一辈子活在世界上最苦的 苦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知道吗 讲给我听啊 讲呀 人活在世界上一辈子最苦的是什么事情啊 不是没有吃 不是没有钱 不是没有穿 嗯 是没有智慧 没有脑子 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 不知道什么事情是错的 整天活在后悔当中 那才是最痛苦的事情 现在听得懂了吗 对的 师父 对的 有多少人活在痛苦当中啊 有钱的人都活在痛苦当中啊 知道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智慧活着的 到了人间来 还这么稀里糊涂活着 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对不对啊 师父 对的 我一定要改的 一定要改的 不是一定要改 马上改 一定的 还两定的 钱啊 过去旧社会啊 一定两定啊 没赢啊 呵呵呵 好好改了 师父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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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做了一个梦 现在师兄们都在做梦 梦的 那个讲法呢 我那天早晨凌晨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就是一个 一个小男孩 然后呢 就是说在天上 就是我 我一看天上 哎呦 看到一个 看到个玉兔 然后又看到个小男孩 然后我就拿了手机 把他手机 镜头一放大 我就看到了 这个小男孩 就像那个 就说那个是 玉皇大帝 他那像玉皇大帝 在那个咨询 心灵法门的事情 玉皇大帝 就给他讲 心灵法门 就是心灵法门 多好多好 师父 这是早就累 然后梦做完了 然后我就会醒掉了 这个多呢 现在天上很多人 对心灵法门 都有兴趣 我有些话不能讲 像有些人 不信的人 听的会造口验 所以师父 很多东西 我都不能讲给他 在大庭广众当中 是 听得懂吗 这个我告诉你 天上地下全知道 好的东西就是好的 明白了吗 是的 我们一定坚信师父 我们一定好好地休息 好好休息 好了 再见了 再见了 好的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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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上半时节目 就到这结束 我们继续 我们的下半时 那么上半时 会在今天晚上重播 那么下半时 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 好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下半时的节目 谢谢大家